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又到这偏远的大山里面 探索一个小村庄 顺着这条小山路 一直往里面走比较偏远 现在继续赶路,走吧 下面这里发现一个 岁源,还没有到村庄 这个水源水也不知道有多深 还是蛮宽的 这个木棍直接放不到底 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 现在我们还是到村庄去看一看 村庄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到 看一下在这个荒芜人间的大山里面 感觉已经入了仙境一样 四面八方全市山还是有一些可怕的 现在目前还没有到这个房子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这个村庄真的是太偏远了 现在到村庄这里了 难以想象啊 这里面竟然车路不通 建计了这个楼房两层三层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住 进入村庄第一间房子十楼房 看一下 上面马边好像全部垮了 好现在看一下石头房里面 下面好多木板 这间房子还是蛮宽的 这边还有个老式的这个以前应该是这个叫风车吧 木板瓦片全部垮下来玩了 这边好像看到以前岛的楼面啊 这种车路不通的地方 它用这么多水泥进来确实不得不佩服啊 然后墙面这些以前制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厉害啊山里面的人 这间房子就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那边有这个楼房 我们过那边去看一看 这里又有一间这个瓦房 它还是盖这个水泥川的 通过窗屋我们看一下里面 全是装有这些柴火 这种房子估计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大门都是内观的 然后外面根本无法打开 现在到这个楼房去看一看 看一下这间房子就不得了了 看一下建的这么好 四间两层楼 在这大山里面水泥砖它是怎么用进来的 车路不通的 好我们现在进入水泥砖楼房的里面看看 这里面是养牛和羊的吧 下面全是这些牛粪 相当不简单在这里面能建起这么高的房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估计以前是几兄弟吧 看一下两边建的是这样子的 这种房子 这种房子建这么好 现在竟然 这种应该是无人居住了吧 下面这么多这个牛粪 有人居住是不可能这样子 看一下在这车路不通的大山里面能建这样子的房子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情况肯定是无人居住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建这么好的房子现在就这样子应该是一气了吧 好我们再转一转看一下还有没有房子 到底还有没有是否真的没有人住在这里面 现在走到这边的村庄的田地 现在就可以看到村庄的全景了 是车路不通了 这么多田地估计将近上百毛了 然后这边没发现房子 这间楼房后面还有这个石头屋 我们到石头房去看一看 这一间石头房也就是这一间楼房的主人建的 看一下他建了第一次这个石头房之后 他又建这个楼房 建好楼房 他还是不居住 现在我们到石头房上面看一看石头房 但是现在瓦片已经全部垮下来完了 这个石头房也非常非常的宽 这不得不佩服这大山里面的人 啊啊 房子建的一栋又一栋又一栋 也花费了巨资 看一下开始建这个石头屋 后面建这个楼房 是用水灵砖建 看起来花费多少钱 可能要几십万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石头坊的内部 下面杂草终身 也是非常的宽敞 这间房子 以前肯定是 这个大材住 非常有钱 后面是荒大山 转了这么久 也没发现一个人 房子都是空空的 我们再到那边走 看一看 起了怪了 转到房子这边来 发现有 好几头这个 黄牛在那里 但是却不见人影 看一下这边 好多这个黄牛 而且很大一头 这个村庄刚才也 转的差不多 应该串完了 没发现一个人 是这个无人村 在这大山里面 荒无人烟的 竟然有这么多牛 什么情况啊 就在前面 现在整个村庄就全部转完了 发现有这个高楼 但是建好也是无人追住 还有这个黄牛啊 好几头也是没人看 这大山里面确实不简单啊 现在我也赶紧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